那这么一看也不贵了 因为我想了一下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 肯定没有在大四考研之前 所以想想最多就是大二大三 应该就是一零年 一零年左右 一零年左右拔了 我右侧的两颗智齿 上下各一颗是五百多块钱 我印象你当时 当时本来是拔一颗智齿三百多块钱 然后呢 我妈都是穷家福禄 让我带了六百块钱出门 然后呢 就是她说三百多 我妈就让我带了五百还是六百 应该是 应该带了六百块钱 三百多 我妈就让我带了五百块钱 那她可能是当时说是两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拔颗牙吧 然后我妈都是让我带一倍 然后带了 还是带了五百块钱还是什么的 反正我印象里应该是带的比较多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医生就跟我说 到时候把那两颗都拔了 因为打麻醉呢 还打在右边这一侧 上下两边其实都被麻掉了 然后一次把上下两颗都拔了的话 少遭罪 然后而且我那个牙当时是有一颗是 就是当时已经 当时就是祖生长得不行 挤到我前面以至于发炎了 然后去看那牙医嘛 然后一颗呢 是虽然现在可拔可不拔 但是根据那个造影拍片呢 它长得也不行 将来要么就不长出来 长出来的话 也是足我前面的牙 等它长出来的时候也要拔 所以呢 就想少造罪 然后他医生 那个说一次拔 打一颗麻醉也就打了 就还省钱 买一送一那样子 打的话便宜点 反正当时我当时 我就跟医生说 医生可是我只带了 拔一颗牙的钱过来 然后我钱不够 然后我们医生就问 你有多少钱呢 然后好像说 我说我带了600块 然后那个 你要当时好像应该是300多一颗 两颗就得一成600块 就不够数了嘛 然后医生说 哎呀没事 那个我就特别老实 我说带了600块 然后我说医生说没事 哪个 那是不是还得给你留 留点那个回家的路费呀 然后我说给我又留了几十 然后最后说就靠了500多 500 就是带了 然后当时我妈就觉得 我被推销了 就跟那个洗头被搬卡了一样 然后我当时其实也有一点 事后有点这种感觉 不过今天根据医生 这么沟通一下的话 我要知道 治室是这么个鬼玩意儿 早晚都要拔 长得好不好的都会麻烦 哎 当时还是做对了 非常正确的选择 那个拔牙好遭罪的 一次都拔了也好 但是呢 就是那次拔牙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就 就确实这次不太敢拔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呢 那一次我已经上大二了 很大了 就印象很深刻 我之前的那正机的时候拔了四颗 那会儿还才上小学五年级 四五年级 就是所以呢 虽然那时候拔了四颗挺多的 但是呢 因为隔得久远 没有那么记忆清晰了 说实在的 然后但是 然后大二 一零年 那会儿 可记忆太清晰了 这印象里当时可遭罪了 就那个打麻药的针都特别粗 然后打到牙引里都能感觉到疼 就是然后 当时那个麻药 要等一定时间 它才生效嘛 然后 当时也是着急了 那个没有特别 完全生效到那么生效 那么厉害了 之后就开始动手了 然后反正总之我那次拔的 虽然拔的很好 效果很好 但是我印象里特别遭罪 因为麻药失效了以后 麻药要生效以后是不疼 但是它 它是那个 它是肿着嘴嘛 然后呢 就要一直没有麻药 没有知觉 就一直流口水 然后一直咬着那个棉花 哎呀 反正我这印象里特别遭罪 就特别不好 印象里特别不好 真的不敢 不敢拔牙 不是很喜欢拔牙 不愿意拔牙 然后我觉得我就算是拔 应该 应该也像医生说的 备孕之前拔就行了 那个 我现在还没有对象 距离怀孕还非常遥远 距离备孕更遥远 所以 先不管它了 都过且过吧 万一我这辈子架不出去呢 不就不用拔牙了